朋友们好,今天依旧是在BOSE这个展厅 因为这个展厅里有我们心心念念的BOSE650这套家庭影院系统 我们拿它听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去拿它听一些高品质的5.1录音 高品质的家庭影院系统,看电影,看大片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是很少有朋友用这套系统去听一个崭新的5.1声道DSF文件 这个文件相当的庞大 一首曲子就接近一个G 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通常DSF文件都是古典音乐类型 那么古典音乐类型的信息量是比较大的 演奏相当的丰富 今天我就会带大家听一听一系列的DSD音乐文件 这些DSD音乐文件实在是不太好找 我们都是在索尼精选Hi-Race商城里找到的 每首歌不光体积庞大 而且声音相当的好 我举一个例子吧 一会我要给大家放一个四季 四季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这套曲子 简直就是古典音乐的典范以及入门 但是这一个版本的四季和我们通常所听到的古典版本四季并不太一样 它是由Animas唱片公司发行的 Animas这个唱片公司呢 以前一直是做一类爵士乐 很少做古典乐 不几乎没做过古典乐 那么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而演绎这首曲子呢是由竹田施施等四位日本杰出的音乐家 形成的四重奏乐团 我们来好好领略一下东方的艺术家来演绎西方的传统音乐 会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说一个小花絮 当录制这首组曲的时候 外面下着雪 整个大雪的环境把外部噪音几乎全部遮掉了 形成了非常优良的录音环境 这套组曲录下来以后信噪比相当的高 信息量相当的大 极为清晰 第二首曲子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 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实在是太有名了 而且一些版本录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 别看它是小提琴协奏曲 但是信息量 动态 能量感 甚至于说气势 都是相当优秀的 只不过看在我们使用 哪家唱片公司的录音版本来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 依旧是从索尼京想HIRIS章程下载的 DSD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 这张专辑录音清晰度极强 位置感清晰 无论从动态还是气势上 都是值得推崇的 几乎把莫扎特的这些贵族音乐技智 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第三首我给大家选择的是 柴科夫斯基的一首经典曲目 它是由特隆赫姆独奏者乐团来演奏的 整张专辑录音极其优秀 在2012年曾经获得个 格莱美的最佳古典音乐录音奖项 就连2L公司都将这首曲目的版权纳入囊中 现场还原度高 环绕氛围明显 整张专辑的特点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一说啊 整个5.1声道的一些专辑 希望大家还是用专门的5.1声道音乐播放器 如果我们使的是普通的音乐播放器 可能您仅仅能听到相当优秀的立体声录音 但是如果您有像BOSE650这套 顶级5.1声道环绕音乐系统的话 那您就可以尽情享受其中的魅力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谢谢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